刘鸾雄开记者会狂撕前任吕丽君 李嘉欣成为2023年开年第一大瓜 谁能想到李嘉欣费尽心机打造出的罗曼史被大刘亲自推翻 李嘉欣当场射死 但怪得了谁 党心那么多 像他这么不被待见的 真的是少见 就连关之林都有部分情怀粉 但李嘉欣不管什么新闻出来 哪怕是生病住院都只有骂声一片 如今大刘亲手插刀 他的立场更加尴尬 人设更加崩塌起来 看看这个当年香港最主名的第三者是如何被情夫手撕的 首先大刘放话说娱乐圈的女友只是我女友的1% 其次他极尽不懈地说娱乐圈鬼和魔旧 都没有神奥出了一个歌神陈奕迅 再接着开始爆料李嘉欣的势力虚伪与虚荣 2006年时 李嘉欣生日 香港报纸的头版头条被人包了下来 祝他生日快乐 而署名是C昂 之后大刘搞了一个商场 商场命名也是Zone 李嘉欣抓住这一出大秀特秀 一来打造一个枭雄美人有情有义 不存在金钱美色交易的股市版本 二来倒逼许静亨暗示自己魅力无穷 制造危机感 以便让自己顺利上位 李嘉欣是成功了 他不仅玩弄了所有人 也令许静亨信誉为真 许静亨买了一个M12的车牌 已是反击 同时在第二年就把李嘉欣 取进了门 自此他顺利成为许泰 套路虽无耻 但见效啊 但大刘如今来了一个迟来的辟谣 令他满地着脸 大刘说 对不起 他从来没搞过什么 泽万送祝福 这都是李嘉欣自导自演的 和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而商场命名为泽万 是儿子刘明伟的意思 和李嘉欣更是无关 他英文不好 也从未用过C on这个词打脸 啪啪啪 想变两岸三地 哈哈哈哈 同时大刘还爆了一个大料 他说有些女友见到不行 有娱乐圈前女友姐妹仿照她的笔记 去申请有卡 还有人结婚两三年了 暗示只要松手带就可以回床 虽然没指名道姓 但大家都知道 李嘉欣有个姐姐的姐妹俩 模仿大刘笔记去申请有卡 我的天啊 想到了他下作 但没想到这么猥琐恶心 另外 大家也知道许靖亨没有实权 许夫许世勋去世前 把名下420亿做成了信托 大部分资产 由中兴置业有限公司持有 他们夫妻 第二人每个月只能领200万生活费 所住豪宅也只有居住权 名下没有任何物业 这对于一个花钱大手大脚 生活养尊处优 一个手带几十万几百万的女明星而言 当然是经济不自由 所以现在闹出这种传闻 虽然倒微口 但仔细想想也不稀奇 李嘉欣 哈哈哈哈 多少人曾经的梦中情人自此崩的稀碎 何至于如此呢 抓了一手那么好的牌 怎么一辈子就花时间在宫斗上 其他方面毫无建树 连连也开始挂象 沦落到人见人弦 真的值得吗 而这一出以后 许家如何看他 他又如何收场 二 李嘉欣对男人的扭曲概念 是从父亲身上获得的 父亲风流不顾家 完全不负责 他从小就见惯了父母争吵 看惯了家庭一点一点破碎 李嘉欣上中学时 李嘉多日的父亲亲 终于回到家中 但不是回头 而是来和母亲离婚 父亲离开后 家就变了位 有一块小小的地方 诀释了父爱对李嘉欣而言是一个陌生的词语 在他眼中 父亲代表的含义是不负责任 痛苦和灾难 他的风流让他见识到男人对待女人是敷衍且薄情的 他的见钱眼开 让他以为人与人没有真感情 只有利益 父爱的匮乏成了他往后人生劫难的种子 这些最渴望的成为他最追求的 渴望父爱 所以选择老男人 渴望钱 所以选择有钱老男人 所以虽然他痛恨父亲这样花心的男人 却在年长后 选择了和父亲相似的大刘三 1998年18岁的李嘉欣 夺下港姐桂冠 之后 他再被提名参加国际华裔小姐 最后再次夺冠 丙奖台上的李嘉欣清晰 自己的定位 他是一个美人 可以凭借美貌得到想要的一切 他成为演员 并且很快大红大紫 他有了名 但有了名还不够 他还想要钱和宠爱 所以在所有人都以为李嘉欣 会在事业上大放一彩时 他忽然化身恶女做第三者 骂人嚣张跋扈 深陷泥沼 被欲望彻底吞食 他与众多女星撕破脸 与关之灵正面交锋 大骂红欣是纯女人 羞辱蔡少芬不知好歹 他将大量的精力放在辞尽中 与众多女人争夺一个男人 刘兰雄四眉红石 他选择了泥筐的儿子 也就是香港著名花花公子 周慧敏的丈夫泥震 还是学生的李嘉欣 神授泥震宠爱 他认为李嘉欣纯真漂亮 然而 随着李嘉欣参选港姐 进入娱乐圈 两人出现裂痕 他也心勃勃想要 更多他无法给予 两人分手之后 他遇到了女星狙击手刘鸾雄 他清楚刘鸾雄已有妻子 但一个球色 一个图彩 一拍即合 大溜大方 日常百万奢侈品 只是小事一件 送房送楼更不在话下 听闻李嘉欣说衣服薄薄不够地方放 刘鸾雄大手一挥 直接给他买了套价值千万的别墅 但这种叙事 显然不适合他的身份 所以李嘉欣喜欢 将两人关系美化成爱情 他会在镜头前 放大大溜 对他的用心 他说有一回家中停电 刘鸾雄居然为了 给他送一个麻绒包 爬了二十多层楼 他会反复提到爱 说之所以接受大溜 不是因为钱 而是因为他霸气细心十分疼爱你 所以发展了一段长期的恋爱 看到没 他使用的词汇都与情感有关 虽然他真 到刘鸾雄女友成百上千 也知道自己不会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这样的刻意 一来看得出女性本能的对情感的在乎 二来就是他虚伪与自我美化了 毕竟为爱犯错的版本 比至于钱色交易的艳文要好听得多 对名声有益得多 但事实是李嘉欣绝不无辜 原配保永琴提到大溜的历任娱乐圈情人 说蔡绍芬可爱 管知林斯问 只有李嘉欣他一直如梗在喉 他说李嘉欣会用各种方式威逼施压 会在床试时打电话来给他 也会忽然打电话来连骂九句插你老母 保永琴因为他气得抑郁症复发 后来又引发乳腺癌 年仅49岁就离开人世 李嘉欣轻描淡写地回应过次世 但他说我只负一半责任 男人养情富途的是短期租赁 满足一时之需 女人没有事业心 靠盘元男人就会开始花样求上尾 为了成为大刘的正亲 李嘉欣彻底失去理智 当刘兰雄又交往了蔡少芬 冠之灵 红心等女星时 李嘉欣不甘了 网上曾爆出了李嘉欣和刘兰雄吵架的录音 他大骂红心是蠢女人 我真是恭喜你啊 见了红心这么蠢的女人 快点捧红她吧 电话中的刘兰雄 唯唯诺诺连说 没有一阵梦音后 电话中断 至此 李嘉欣成了全香港最凶小三 而在情妇们争的不亦乐乎时 大刘早已有了新欢新新欢 新新新欢 他也在李嘉欣一次次索取 骗取 伪造之后 看破了李嘉欣的势力 贪财 人品低下 因此一边敷衍着 一边永不实现承诺 而这种敷衍 在李嘉欣的解读中 就成了心碎失望 李嘉欣31岁那年 与大刘的这场交易 可以说恋爱落下了帷幕 无与大刘分手后 李嘉欣事业发展无望 影视付出艰难 留给他的依然是趁着眉毛还在 赶紧找到冤大头 嫁掉他 锁定了和超穷的丈夫许晋亨 在外界流传的版本里 他们在1988年 就曾有过一面之缘 许晋亨甚至匿名送过一束花 庆祝李嘉欣夺冠 但这是不是李嘉欣发出的话 不得而知 许晋亨也不是良人 风流运势一大堆 他曾和陈法荣恋爱三个月 和刘嘉玲订过婚 而认识李嘉贤时 他还没有和和超穷离婚 据传 许晋亨和和超穷粉聚那几年 他身旁的女伴是徐启文 徐启文带着好友李嘉欣 参加徐晋亨的宴会 没想到引狼入室 2006年 徐李两人好上了 李嘉欣欣 夹 被挂上了小四的称谓 后来李嘉欣绞尽脑汁 耍尽手段 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嫁入许家 他们亲吻的照片 总是会出现在各大报纸上 他们出行也总是被拍 这种高调作派也令许家不满 也因此李嘉欣嫁入豪门 一路受阻 从2006年12月起 他与徐晋亨曾九次传出婚讯 但每一次都成为泡影 传到后来 李嘉欣一会儿说自己很忙 没时间举行婚礼 一会儿又说自己是不婚主义者 前方百计来晚尊 直到第十次 李嘉欣的豪门梦才终于成真 作为许太尉之后 他以过来人的身份 大谈特谈自己与丈夫的恩爱生活 说许晋亨从来没有问过我一句 我过去的事情是不是真的 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在两岸三地的看客眼中 无论他如何自我贴金 仍然摆脱不了史上罪 行金女拜金女等标签 如今前任刘鸾雄也倒戈相向 亲自下场私说他搞事情 炒作说他利用自己套路 许晋亨成功说娱乐圈里都是鬼 当底库北揭开 人们只看到狼藉的往昔 愧蓝的人品肮脏的德行 奇怪的是 一向牙尖嘴利不认输的李嘉欣 居然没有像年轻时一样 一连冒出九句插你老母 这不知是困于许太身份的禁忌 还是因底牌已逝的认怂 总之 燕文已碎 豪门美色的流金背景里 远看平丽堂皇 人影摇曳 令人一世天上人间 有人大喊一声美梦乍醒 不过是一堆苟且一地鸡毛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